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我想去上学听老师讲课 薇薇乖 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课了 好吗 昨天那道题 我觉得还可以用别的方法 薇薇 来 咱们先不看了 休息一下好不好 妈妈 看书我就不觉得疼了 你就让我看吧 薇薇 先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待会儿妈妈给你念好吗 这个面容愁苦的女人名叫沈怡 是丰元市建设局局长廖更生的妻子 在外人看来 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却因为独生儿子微味的白血病 让这个家庭痛苦不堪 但沈怡的隐忧却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一直严格地执行 市政府对我们成建部门的指示精神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也是百年大计之根本所在 我也多次在会上强调我们的全体同仁 为了捍卫这种精神 我们一定要清洗我们的所有 乃至生命 好 说得好啊 身为建设局局长 别看廖更生台上风光无限 但几年前的一夜荒唐 却使得他不得不瞒人耳目 游走在两个家庭之间 他有苦难言 身心俱疲 还要怎么样 刚送完化疗 去把医药废剪了 这个 同事那儿我先拿的 等着一个严重福利下来就还人了 亲戚朋友那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 人家说咱们自己有钱捂着不拿出来 还以为局长家都有钱呢 所以你就别操心了 最近有没有符合的骨髓啊 没有 别担心 白血病现在又不是不能治 这么多人 我想肯定能遇到合适的 喂 对 对 我现在在外面 我现在在外面 你让他们等会儿 其 其也得按规定办事 好 下午再说 阿姨 快把伙估抱走 来 起来 我咋的妈妈 画梅是画剧团的演员 在一次商务宴会上认识了廖更生 你怎么来了 什么意思画梅 什么什么意思 让果果做个检查就这么难吗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他是你儿子 果果就不是你儿子了 再说做这样的检查 就不会对果果的身体造成伤害吗 难道你就想让果果生病啊 再说了 这么多年你为我们俩做过什么 果果就连在外面大声叫你一声 爸爸都不行 你现在还对他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能行吗 你走吧 走吧 维维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病发症 这一次并魔比以往来的更加凶猛 沈怡面临崩溃的边缘 沈怡面临崩溃的边缘 沈怡面临崩溃 沈怡面临崩溃 匙尧热 沈怡面临崩溃 黄梅 除了那个条件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你就只剩这一个筹码了 你还想怎么谈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的心真的那么狠吗 你少跟我假惺惺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不着 华梅 你放开 华梅 我求求你了 你现在是救维维最后的希望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在最后跟你说一遍 你如果不离婚的话 你这辈子都没条件跟我谈 这些年啊 在全国涌现出了一批豆腐炸工程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啊 痛心疾首啊 在我们市要坚决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 新的建设又要开始了 在新的工程上马之际 我在这里要提醒建设局的同志们 要把好官呐 请王市长放心 我们一定严防死守 让步伐上架是无极可乘 好啊 这个军灵壮立得好 那我可要拭目以待啊 下次要步伐从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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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亲爱的 你在哪儿呢 东西带了吗 你怎么还不来呀 对了 我的那双鞋子 记得要给我带来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双 我马上都到了 马上 两分钟啊 乖 好 好 主人 你们怎么办 Plug Console 喂 医院 来 娃娃 娃娃 妈 你说什么话啊 芳芳 你起来 你怎么了 芳芳 你说什么话啊 芳芳 你起来 我求求你 看在老廖的份上 救救葳葳行吗 怎么 你同意离婚了 你爱老廖吗 我早就说过了 我跟老廖之间 才是正常的爱情 你怎么就是不肯放手呢 你那不是真的爱她 你只是贪图官太太的位置 你跟她结婚会害了她的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你自己想想 你又能给她什么东西呢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非常快乐的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快乐是假象 你根本不爱她 你是在欺骗她 对 我就是骗她 我骗她 她愿意 你管得着管得了吗 你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赶紧走 除了离婚 其他的你尽管提 我真就奇怪了 你自己口口声声说 为了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 怎么 离婚这么点小事 你就抓着不放了 太虚伪了 不是 我可以离婚 但是要等葳葳得救之后 因为我不相信你 行啊 不做赔本的买卖是吧 行啊 那咱们俩就谈谈钱吧 说吧 要多少 两百万 我就愿意考虑一下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哪有那么多钱呀 这些年 你命用姥姥捞的钱还少吗 你缺这点钱吗 没钱 没钱是吧 没钱你就别跟我谈哪 要不要我给你指条路啊 不然 咱们姐俩一起捞钱吧 好不好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这样的 沈怡 别忘了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不是我要求着你来的 多年来 画梅一直威胁沈怡离婚 曾经幸福的家庭 因为廖更生的一次贪色 而惹上了无尽的麻烦 更让沈怡担心的是 画梅利用丈夫不断敛财 这一定会给丈夫带来更大的灾难 该怎么办 请问是关铁先生吗 你好 我是你们的婚纱摄影师 这是你妻子最后的照片 你看看吧 请接爱 请接爱 现在只有她能做到了 我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不如你跟他结婚吧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你这把我六恒生看成什么人 我现在只想救我们的孩子 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 我 我说你这么晚了 你说 说哪儿去啊 我要去求他 求求他 我还没退开 担心 你先去开 我还没进去 去看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求求你 我一定会让老廖跟我离婚的 你相信我 好吗 你相信我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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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老廖 再怎么说 我也得救你们的孩子 只要你答应 我同意离婚 我什么都同意 别说了 别说了 我都说过了 为了老廖 我什么都能做 好 谢谢你 郝美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没事 你们快回去吧 去吧 庚盛 咱们离婚吧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说真的 咱们离婚吧 我不是跟你说吗 在外面任何一个女人 谁都也代替不了你的位置 你跟我是苦日子一路走过来的 我的父母是你养的老 送的重 现在孩子这样 我要是离开你我还是人 我知道 可是没有办法 现在 只有那有一点就微微的希望 我都不能放弃 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决心自己的骨髓 何时能赔上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 难得他能同意 你不明白 现在这种情况 我更不能跟他在一起 对你不公平 我这心里边 也过不去这个坎 过不去也得过 沈亿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吗 来不及了 此时 对沈亿和孩子的亏欠 折磨着廖更生的内心 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没想到从此让自己的家庭 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而命运也由此进入了 让他无法预料的拐点 总是给您添麻烦呢 好 我来吧 来来来 好 廖局长 廖局长 我妻子死不瞑目 请为我们做主啊 你是 我是管铁 富华小区被砸死的 新娘的丈夫 我想起来了 那天你们拍婚纱照 出了意外 高空罪务 误砸到了你的妻子 那不是意外 富华小区偷工减料 质量出现了问题 害死了我妻子 请政府给我一个说法啊 我记得这件事情 已经处理过了 你还要什么说法 远远不够 一定要将富华小区的开发商 绳之于法 我非常理解 你失去妻子的痛苦 可不能因此打击报复啊 富华小区是经过专家论证 验收的 不是你个人就能够否定的 那先生 这边请 谭局长 你 请这边走 这边 你以为你可以一手这天吗 什么意外 走 走 在这前面走 整个富华小区就是豆腐炸工厂 你们知道你有没有人性 害死人就不用成命了吗 富华小区杂人的事儿 我也听说了 处理的结果我也知道 但是 他们竟然跑到这儿来找你 这个关帖很有意思 现在这个网络啊 通讯都是太发达了 只要你一上网一搜索 什么都能查到 我想他可能是通过 网上查到我的吧 好了 出了事儿了嘛 优府工作一定要跟上 要不然人家也会说闲话的 知道吗 市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安抚好你 老亮啊 你的工作能力 那是有目共睹的 上升的空间也很大 你可不要干糊涂事啊 那我走了 好 好 好 慢点 慢点 喂 你在哪里啊 你到了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谁得罪我们家局长呢 看看你找的这个 好公司 做的这个工程 怎么了 哪个工程出事儿了 富华大厦出了事故 难道你没听说吗 这个王文茂 当初我就觉得 他是个藏奸耍华之人 可你偏要推荐的 这下好了 出事儿了 我看你不把我害了 你是不可小弟 还真热死我了 完了吗 完了吗 你这怎么了 你这七三伙子 把我叫来 富华大厦的那个工程 你干不干 找的谁干呢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你说去年的事儿吧 那上个月的事儿 那件事儿我已经处理干净了呀 我钱都给赔了 这帮刁民怎么又找事儿 我告诉你 最好给我盯紧点 要是出了事儿 连累到老廖 我跟你没完 华民 你就不怕我出事儿啊 宁可你出事儿 也不能让老廖出事儿 行行行 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 你要是坏了我的事儿 坏了老廖的事儿的话 我让你去喝西北风 好 行 准局长夫人 我待会儿就去问 等等 可以把这个准字给我去掉 我还没出来了 还没出来了 原来没事儿 原来您还没事儿吗 我这前两天还不错 我这状态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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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维维怎么样了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维维最终因为白血 血病的并发症离开了 沈医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妹妹 你不要吓妈妈 看眼睛 你只看眼睛看看妈妈 你不要吓妈妈好不好 妹妹 不要跟妈妈开玩笑 妹妹 你只看眼睛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跟妈妈开玩笑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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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眼睛追开 你不可以追你 妹妹 长期看到孩子被病痛折磨 是沈医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维维死了 她的精神 她的精神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学艺员 会员 都还小还不太有意味 只看上去 职名了 我开门了 乔轻老师 你在干吗 归职我 小姐 您多休息 来 伟伟妈妈在吵你啊 伟伟 小姐 你们把伟伟吵哪儿去了 我的伟伟 小姐 你别激动了 伟小姐 我的伟伟 小姐 我的伟伟 你别激动了 伟伟 你别激动了 伟伟 你别激动了 伟伟 伟伟 此时 富华大厦工程相关案件 已经由势力交给检察院调查 小姐 这个房间的病人呢 对不起 小姐 他刚刚去世 你说什么 上午没有抢救过来 去世了 死了 沈亿姐 我 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错 别走 别走 廖更生无法从 失去沈亿的悲痛中走出来 多年来 沈亿含辛茹苦地 维护自己和这个家 她的位置 没有任何女人可以替代 她的位置 你不是 你不是跟离开 你真的不是跟离开 你不能这样走 你不能这样走 我们开始 Neo4 优优独播生 心里面 Moż 我们往外走 情趣 光顶 陈姐 找我 那个 复华大厦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个小区里面的花园特别漂亮 很多新人在那儿举办婚礼 上个月富华大厦 砸死新娘的事情知道吗 群众反映说事故原因 和建设局暗箱操作有关 所以上期指示 这起工程质量事故 检查医院反弹局介入出场 我想把这个任务 交给你们这茶医科 没问题 老廖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说过 我现在什么人都不想见 我知道 一切的死对你来说打击挺大的 可是 这不都已经是没办法挽回的事了吗 你现在呀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 我给你特意煲了汤 我帮了五个多小时呢 我传给你喝啊 你走吧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去 那怎么能行呢 你这样子身体是会垮的 再说 你还有我和果果呢 果果怎么样 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果果特意为你写的 你看 祝爸爸早日康复 这几个字啊 他学习写了好多天呢 说是一定要亲自写给你 有几天没见到果果了 我本来想要带他来的 后来一想 医院不是细菌太多吗 等你好了之后啊 咱们就一起带他出去玩 检察长指示 富华大厦存在工程质量问题 是由于监工人员受贿 允许不合格的工程继续施工 才会导致多名人员伤亡 这件事情 在群众中的影响极坏 据上级指示 要求我们反贪局 抓紧时间查清真相 从一楼到顶层 我全部仔细查看了一遍 几乎所有的窗户都变了星 我估计 大概是我们用的 钢材和水泥质量的问题 不达标 硬度不够 所以才造成了这种问题 你能不能狗嘴里吐出个象牙来 你给我找别的原因啊 要合法原因懂吗 这个这个 我是人人面前不敢说假话 大楼确实有问题 那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回公司 去把该处理的都处理干净了 别让别人再查出什么了 别让别人再查出什么了 然后你出去躲躲 到时候我给你大实话 小小实话聊 躲 你不躲还等着进去啊 你不躲还等着进去啊 不是你是个聪明人 你还用我教吗 导演 她叫艾菲菲 是画梅在画剧团的同事 兼竞争对手 无论争主角还是经商 多年来两人处处民争暗斗 艾菲菲瞒着画梅 接近来剧团赞助的王文贸 也想在工程项目中分一杯羹 也恰恰为富华大厦 独职案的突破 埋下了伏笔 导演 这些日子您真是忙 我觉得您真能扛啊 事事轻微 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啊 要不怎么会人民服务呀 那有什么办法 现在剧团力 这么不景气 好不容易争取到 这次节日演出的机会 是啊 为了这次演出 团力也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你好好表现 将来进京演出 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华梅在哪有别人的份啊 你放心 一直管演好你的就是了 现在剧团里打算推新人 那些老面孔啊 观众也看腻啊 我还该露谁家 心里有数 有些人 记太过了 早该收缩了 这么巧啊 导演跟菲菲也在啊 好 华梅啊 这么巧 一起完会吧 谢谢导演 不用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们两位 好好地玩 导演 为什么女约号是华梅 人家拉的赞助 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不演了 你别意气用事啊 谁都知道你演得比她好 女约号怎么了 演好了 女约照相取代你 你演什么 她凭什么 她拉了多少钱 你别比了 听说她后台老板 来头不小 你说你这小胳膊 能扭她大腿吗 好玩 这个好玩吧 我说话没啊 来啦 带孩子睡觉去吧 狗狗 狗狗 看看爸爸这是什么 困了吧 孩子困了 闹觉了 快快 阿姨 来 把狗狗帮我走 走走走走走走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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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不会去想 这会为这个家庭 和廖更生 带来怎样的命运 前几天 你说给我们团赞助的事 落实好了吗 哦 落实好了 这两天 钱就能打到你们团里 啊 她真的要走了 不 我不能让她离开我 我 我们的冬天 已经过去了 我要让她留下来 我要在她的房间里 每一个角落 都放上我的照片 我要去找她 我要让她留下来 你来找她做什么 她已经不要你了 你说什么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箭则无敌 你说 你说你见不见 我 我 停停停停停 休息一会 准备下一场 导演 这戏怎么演嘛 有人总忘彩 啊 导演 这不是我的问题 你看这剧本上怎么写的 他说 对我就是个贱货 贱货 像我这么高雅的人我 有什么问题 你好好背台词 小雪 水 渴死我了 哎呀 烫死我了 哎呀 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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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 你怎么了 你故意的吧 你故意想烫死我 还没我告诉你 我竟然跟你没完 哎 菲菲 住手 好 菲菲 对不起 阿梅都给你道歉了 你还挑什么次啊 导演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装什么装啊 哎 菲菲 你还没完呢 导演 那我先去看剧本了 好 对不起 导演 我爱菲菲演戏 靠的是实力 这么多年 我为剧团付出了多少 凭什么这么对我 本来我是女一号 她 她不就是靠男人吗 转还什么转啊 我还不干了 眼见属于自己的主角位置 就要被化媒取代了 艾菲菲气愤不已 她决定不择手段 也要出这口气 她不信自己比不过化媒 她一定要夺走化媒的一切 下秋什么呢 王经理 你别生气 我们就是过来感谢你了 对不对 对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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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谁啊 感谢王经理 你下锅 下锅 搞什么妖蛾子你们这是 王经理 那富华大厦那笔工程款 你到底啥时候够了 我手底下这帮弟兄 都打着用钱呢对不对 对 给钱 结钱是吧 看过新闻没有 跟我要钱呢 我还没找你们这帮人算账呢 怎么的呀 别别别别 你到底结不结吧 我们可是把孩子上学的钱 都垫出来了 你不给钱不行啊对不对 对 你给钱 你给钱有办吧 行 结 我结啊 我这就打电话给你找人 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 Dod 干吗 现在大厦出事了 颜工长又跑了 这钱就更不好要了 盈教授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这次事故的原因 根据我们初步的检测 这个大厦地基三十六个庄柱中 仅仅有四只 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还有二十一只 没有按照图纸去做 比这个指定的标准 短了两到十五米 那么剩余的是一根庄柱 只打到了软土层 所以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厦呢会慢慢地倾斜 直至倒塌 教授 那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没有 没有解决的办法 将来只有全部拆除 今天毁了多少纳税人的钱 真是豆腐炸工程 教授 那这个就是大厦事故的 直接原因吗 下午工程队会继续测量 怎么回事 不是说这楼要拆了 不知道 那你们这是俩啥呢 不知道 别买了 都传开了 这楼啊 不知道 三个月不拆除 就会塌 我说对吧 你知道什么呀 别人不知道 我可知道 我关事就建设局的 说了 这楼是肯定要拆的 你们今天呢 就是来测量的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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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 他们在富华大厦 闹市呢 这八王八蛋 行 等着 哥 现在咱们前的一个来了 王总啊 王总 兄弟们 上 快快快 王警律 啥时候给钱呢 兄弟 冷静冷静啊 咱有事好商量啊 商量个币 你要是没钱呢 咱就没什么可商量的 对不对 对 兄弟们 那王总意思意思 对 你这怎么着 你们反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要钱没有 我去 这就是我们富华大厦的 施工配料资料 谢谢您的配合 没问题 有事您尽管说 我们尽力配合 谢谢 不客气 佳希 你去下监管处 查一下合格证的签署问题 好 我们去找文文吧 是这样的 我呢根据上级指示 来调查一下你们这个 公证合格证的签署情况 好的 我们林组长已经安排好了 您请到里面去等一下吧 我待会儿把资料给您送过去 行 麻烦您了 嗯 别打了 杀人 杀人 唐 看下去 住手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干吗呢 你 你哪儿来的 你没事吧 我们是检察院的 检察院的 管不管欠钱不还的 看王文貌欠我们的钱不还 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 对啊 文文貌 方杰 打电话叫救护车 来 您好 这是您需要的资料 哦 就这些是吧 对 好 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中调是玫瑰和茉莉 后调是网货香和香根草 你用的一定是可口显耐吧 这款香水代表的是 积极 有深度 同时对现在生活感到满意的都市女性 我没说错吧 哪那么多说法呀 从这一点来看啊 就说明你有品味 真的 我呢 就特别想找一个 我喜欢用这款香水的女孩做女朋友 是吗 你们检察官还说找不到女朋友 别提了 我们整天是忙里忙外的 哪有时间陪女朋友 对了 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杨总啊 她干嘛去了 人家还能干嘛呀 现在人家发达了 就出国去了呗 哪像我们这些小兵没有前途 没有理想的 只能待在这种破地方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就觉得你工作非常认真 真的 一定有机会的 我们能有什么机会啊 一没关系 二没能力的 你得相信自己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呢 是不是 我就觉得你特别有能力 真的 以后一定能甚至 相信我啊 对了 不知道你对有一个人有没有印象 什么人 就是 总跟杨总一块出入的那个叫 那个叫 你说的是建筑公司那个王总吧 对对对对 那个叫 叫什么来我老想不起来 叫王王王什么 王文帽 你认识他吗 不是特别的熟 就是见过一两次面 这到下班时间了啊 行 那我下回再找你聊 拜拜 拜拜 来 小姐 桃 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说没有多大问题 应该很快就会醒来了 我先回局里一趟 你守在这儿 他醒了以后给我打电话 嗯 怎么样 好 你看看这个 你看 这个是富华大厦的工程合格证书 签名人是杨震 五月八号下午五点 你再看看这个拆旅报销单 杨震五月三号十点飞往香港 五月八号下午十一点 才到达了凤原市 从最近这几天的调查中呢 我得出了几个线索 富华大厦的监理工程师杨震 不在工作岗位 却签署了工程的合格证书 在工程期间呢 杨震和富华大厦的董经理王萌茂 有过深入接触 另外呢 从物业公司搜集到的 富华大厦数据资料显示 在大厦成见期间 好多零散的项目 都是由华夏公司旗下的 小工程队承包的 这些工程队承包的项目呢 只关心自己的那些项目 对其他的呢一概不值 所以这就导致了 记录数据时候 存在大量的空隙 这也就是数据 无法匹配的漏洞 由于杨震现在不在国内 所以我们必须 从王文茂这儿找突破口 你们两个人 先从华夏公司的账目入手 并侧面来了解 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工作人员 只能从中间找到线索 经过多方调查取证 办案组将案件突破口 锁定在华夏公司负责人 王文茂的身上 而华梅此时 也接到了王文茂被检察院 送到医院的消息 喂 你说什么 王文茂被检察院 送去医院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 我知道了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不会放过我的 他们会杀了我的 不会放过我的 不会放过我的 我会没命的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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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人 就应该送去精神病院 他们会抓住我的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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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抓住我的 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病人处于惊觉状态 病人需要安静 暂时不能被打扰 他 他刚刚醒 不过情绪有点反常 比较激动 医生刚给他打了震惊剂 今晚你辛苦点 冰着他 他有些反常 不排除是有意的 我也觉得他有点装疯卖上 你放心吧 头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您好 给王文帽送一下药 您好 给王文帽送一下药 帮王文帽 来吃药了 帮王文帽 来吃药了 帮王文帽 你然后把他打扰 帮王文帽 他把你打扰 他把我打扰 他拿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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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你是 你好 我是反贪局的方杰 今天下午我们见过面 你找我有事是吧 那个什么 我先上个厕所 回头聊啊 王文贸知道化媒传递的信息 也是危险的征兆 她怎么才能脱身呢 而方杰感觉到 王文贸迟迟不出来 一定有鬼 自己一定不能让她逃脱 王文贸 哎 兄弟啊 那边什么回事 一个出车祸的人 刚做完守护医家的人全来了 你不找地方休息会儿啊 你休息好了 明天跟我回局里 哎呦呦 美女啊 你们这工作也太辛苦了 我又跑不了 你看 你尽管去睡 明天要找你们去 让点 让点 麻烦让一下 你们在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 站住 不要 没事 走 你们不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丧心病狂的王文贸意外脱身 让方杰自责不已 案情调查的线索 难道就这样中断了 该怎么办 喂 桃 王文贸跑了 什么 王文贸的消失 一方面给破案带来难度 另一方面却验证了 陆林的推测 这个王文贸 一定与富华大厦的 这起事故有关 接下来的办案方向 也更加明晰了 怎么回事 疼 我 看来这脑震荡的病人很正常吧 晓晓 马上去查一下 王文贸的手机通话记录 这个是王文贸的通话记录 有几个人表可 你去查一下这个叫华梅的女人 华梅 可是她和王冒的通话 并不是很频繁 但是你说没注意到通话时长 如果不是熟悉的人 通话时间不会这么短 你想想 你们给我汇报个工作 还要两三分钟 他们两个人通话 有的时候几秒钟就挂了 而且 通话时段也非正常时段 你也不认识 王文贸找到了 好 我们马上过去 冯洁 外围侦察的同志发现了王文贸 我们现在去一趟新医院会所 接应一下 王文贸 王文贸人呢 快进了楼上包房 点上了点东西 好像在等什么人 看上去 查到她找什么人妙 据这里的人介绍 她在这里办了一张会员卡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一直是一个女人在用 毕丸之后就签在她的名下 这个女人叫花梅 包包看看去 目前 还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令 王文贸的不配合调查 使案件陷入僵局 在哪里 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呢 真可恶 又被她给跑了 走 我真不明白检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会所了 幸好我跑得快 那些钱你先拿去用吧 我 我银行账户可是被冻结了啊 银行让我去办理解冻手续啊 我感觉这里边好像有什么问题啊 你说难道他们查出什么了 你别听风就是雨 你先躲躲吧 等事情好了再说 另外 趁这段时间把账面上的事情都处理好 还有跟相关的公司都通通气 工程的事尽量推到下面去 老廖那边我会再活动活动呢 华梅和王文贸密谋掩盖工程的内幕 与此同时 陆林也查到了 廖更生和复华大厦的工程关系密切 他作为审批手续的负责人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陆林决定正面接触下廖更生 是反弹局的陆特表吧 要去找 来 请坐 你好 请坐 来 谢谢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有一些问题想向您了解一下 您请说 我想向您了解一下 关于华夏公司承建复华大厦的问题 这复华大厦的问题 市里边已经处理了监管人员 华夏建制公司 现在也已经停业整顿了 王文贸找过您吗 王文贸 这个王文贸 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他在什么地方 您知道他失踪了 我这也是听说的 听谁说的 父 我 我一直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跟他办公室的人聊天 据他们说廖庚生这个人平时生活非常的简朴 就连局里配给他的车他也不坐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愿如此吧 先回局里看看萧萧那边有什么消息 头儿 这是有关廖庚生的资料还有一些财产状况 廖庚生在建设局登记的个人账户上 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听说廖庚生的妻子长年生病欠了很多外战 前不久刚刚去世 请问您是廖局长吗 对对对 我是以前给沈亿阿姨做护理的护工 然后前些日子她托我把一些东西带给您 然后又外出学习单个现实人给您 这点麻烦了 进来坐吧 没事 没事 不坐了 不坐了 我先坐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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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把最美的瞬间留给你 端生 我要走了 去另外一个世界了 你不要难过 我希望你能够祝福我 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 你很庆幸我爱上了你 更盛 每一次我在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都觉得幸福充斥在心间 可能我的幸福老天都嫉妒了 所以他给了期限 我就要走了 你一直保留着写信的习惯 所以我分别留了六封信给你 放在了不同的地方 有缘你才会看到 好了 我要走了 最爱你的人就要走了 你一定要像我一样幸福 我要最后再叫一次你的名字 廖更生 看到妻子的遗言 廖更生的心被撕碎了 这几天检察院对他的调查 让他感到自己一错再错 事已至此 已经无法回头了 佳希 今天我请客 随便点 来来 菜单打过来 我是点贵的呢 还是点贵的呢 你还是悠着点吧 那不成 我愿意 我肚子也不愿意吗 好吧 今天我豁出去了 随便点 屁屁 爽爽野兔 心腊野兔 喂 喂 哎呦 姑奶奶呀 哎呦 哎呦喂 哎呦我 我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呀 哎呦我 我真是在这个鸟不拉屎 到处都是狗屎的地儿 真是呆够了我这 哎呦你急什么 华夏公司现在还在停业呢 你现在回来还不是时候 而且 市里现在刚刚还处理了几个人 你等我电话吧 嗯 听见 根据调查 华梅和王文贸 一直都有密切的来往 华梅是华夏公司 众人皆知的幕后老大 根据王文贸的秘书反映 去年年中 华梅随话剧团 去华夏公司慰问演出 当时邀请了廖更生一同前往 这在华夏公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王文贸也是在这次聚会上 由华梅介绍给廖更生熟识的 调查 调查廖更生的同时 你们还要组一拜吧 我明白 一方面 我会继续地追查王文贸 另外一方面 我会调查廖更生 他作为建设局的副局长 和华梅还有王文贸 有这么密切的联系 他一定有问题 廖局长 我知道 您是为我们市做过解除贡献的 这么多年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兢兢业业的 所以我也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想到什么 知道什么 都可以跟我们反映 也好 还百姓一个真相吗 什么事 你尽管问吧 话剧团的华梅 你认识吗 陆检察官 我只能告诉你 我廖更生干了一辈子工作 问心无愧 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你们觉得我有问题 可以尽管去查吧 陆林感到廖更生的异常 为什么提到换媒 让廖更生如此激动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没有电视频 没问题 没有电视频 没有没有电视频 你是谁 为什么跟踪我 你是不是陆林 我是来反映情况的 我不是坏人 反映情况 大白天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我怕 怕什么 我是真的怕 怕他们整我 可是 可是我又不甘心呢 站起来慢慢说 这是他 我叫关田 我 我们换个地方慢慢说 好 小关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您还记得三个月前 那次富华大厦的事故吗 你别难过 你慢慢说 我妻子 就在那次事故中丧生了 我曾经找过他们 那个王文帽来找我 给了我一笔钱 后来我打听到 这不是意外 而是整个富华大厦都有问题 根本就是个豆腐渣工程 我也找机会反映给市长 可 可是我等了很久很久 我仍然看到王文帽 仍然逍遥法外 你在哪儿看到她的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检察院的 请问见过这个人没有 没见过 你接见这个人不在这儿 我确定他不在这儿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我想去喝杯身边 那你去 我在这等我 快快快快 干啥呀 我吃 王文帽 你这逛的不是挺舒坦的吗 妈 你要我来干吗 菲菲啊 还是你对我好 来看我 我让你带着那个药呢 药 你就知道药 不是药 你根本想不起来我吧 怎么会呢 我怎么不想你呢 那富华大厦出事以后 都来找我了 药债的呀 查案的呀 那都来了 你说我能出去吗 见不了你呀我 你出不来 你出不来我怎么办 我装销工资 可快撑不下去了啊 那这样吧 行 你快去 菲菲啊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怎么了我 检查医院的人来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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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